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做梦 您是否相信梦境中的暗示 会导引你解决生活中面临的难题 以下是医学教授麦肯锡对于梦境设定的研究及亲身经历 梦境设定为医学诊断及精神治疗带来一大突破 麦肯锡最早接触梦境设定的技巧 是在1969年参加西瓦心灵术研习课程 学会之后一直运用至今 你可能听过有人在睡眠或梦境中找到线索 因而得以解决问题 不过,这种情况多半是偶发事件 只是刚好睡醒,出现了一个想法 梦境设定不一样 它让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想到好点子 或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绝不是偶发,而是随时随地 每天晚上入睡前都可以做到 利用西瓦心灵技巧 只要在睡前的一分钟冥想问题 睡醒之后再花一分钟来整理答案 梦境设定的技巧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技巧是要下定决心做梦 做有关你的问题的梦 并且坚信解读梦境讯息就能找到答案 你也必须下定决心在梦境结束之后立刻醒来 以便回想梦境的讯息 把它写下来 只要在睡前躺在床上进入意念层 跟自己说 你要做梦 而且醒来之后会记得梦境 第二个技巧是要坚信你的意念 有能力在睡眠时解决问题 而当你醒来后 第一个出现的念头就是你要的答案 在意念层中告诉你自己 你要这么做 一旦学会记清楚梦境 你就能轻松地运用梦境设定的技巧 让它帮你解决问题 有一位住院病患 他的胸部和腹部突然出现剧痛 内科医师推测 应该是心脏病或肾脏感染 建议转院 麦肯锡说服他缓一下 次日早晨再决定 然后叫病人设定梦境 他想象梦境将会告诉他身体的问题 病造在何处 形成的原因以及该如何解决 在病人的梦里面 他和先生一起开车出门 行驶在弯弯曲曲的路上 外面下着雪 原本他们不是要走这条路 雪越下越大 车子偏离了道路 大雪开始覆盖车身 前方不远处就是一个死项 此时道路突然往右转进另一条路 接着再向右转接到另一条路 在麦肯锡看来 这就像是肠道图 在回肠交界处有一个阻塞物 麦肯锡并没跟病人说这些 只是请他画出梦中的路线图 结果 他画出来的图 比例居然跟人体的肠道一模一样 后来 梦的发展是 车子淹没在大雪之中 他先生说 我必须把引擎洗掉 很凑巧 治疗肠阻塞时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切掉燃料供应 也就是让食物不再流入 接着 有八或十个人从市区前来 把他和先生从大雪中挖出来 梦中的八或十代表的是两只手的手指 有一次 麦肯锡医师写了一封语气很重的信给病人 因为他服用太多镇定剂 两个晚上后 在睡梦中感觉到他很生气 决定再也不回诊 接着 同样在睡梦中 发现和病人刚好同时处于心电感应的状态 于是麦肯锡便想着让他隔天来回诊 隔天 他果然来了 劈头就说 昨天收到你的信之后 我非常生气 打算再也不来找你 不过今天早上醒来 我就改变心意了 当然 他以为是自己改变心意 不过实际上是麦肯锡 把这个想法放进他的意识里 设定梦境的经验比较多之后 你的意念就会知道 你想在睡眠时接收讯息 他会自动帮你进行这个工作 而这些讯息可以传送到做梦者以外的人 而且所取得的讯息 也是超乎你想象的范围 有一次 有个好友跟麦肯锡医师说 他一直出现心脏不舒服的症状 他曾经做过冠状动脉气球扩张术 另一条动脉也装了支架 但他还是觉得身体不适 麦肯锡要他尝试设定梦境 并给他一套录影带 教他如何在醒来后记下答案 两天之后 接到他的来电 他正在宾州大学医学中心 梦境告诉他要好好解决 所以他决定去做四重绕道手术 麦肯锡医师叫他不要担心 第二天晚上去看他 才知道手术已在当天早上顺利完成 那天晚上入睡后 麦肯锡收到一个很清楚的讯息 在梦中 这位朋友活蹦乱跳到处跑 导致体内某条动脉突然爆裂 并听到有人说 太快了 麦肯锡知道这是一个警讯 不一定会成真 但是如果他太快起来走动 很可能会发生 在麦肯锡医师梦中 这位朋友活蹦乱跳到处跑 导致体内某条动脉突然爆裂 于是他取消了半天的约诊 亲自去跟他解释这个梦 他跟朋友说 他的血管很脆弱 相当于70岁的老旧组织 不宜太快起床乱跑 就算医师说恢复得很快也不行 他的太太和儿子在一旁蒙点头 说这很像他的作风 手术隔天就想趴趴走 如今 五年过去 这位朋友活得很好 很健康 麦肯锡医师并没有主动去设定这个梦境 也没有设定醒来之后还要记得 不知道他是如何来的 不过内心还是十分感激 如果您也希望像麦肯锡医师一样 能够透过梦境设定获得灵感 解决自己与朋友的健康及生活难题 不妨订阅频道并观看其他免费课 或查询官网有关官方认证课讯息